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然不能做亲家 但不代表不能做买卖 除了结亲 还有很多种合作的方式 他们抛出了这个意愿 而这个娘子没有反感拒绝 这简直是太好了 这娘子要手段有手段 要心思有心思 而且还有人脉 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合作者了 昆娘 程大夫人树梅鹤的 王夫人回过神 看着她笑了笑 哦 那个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慢着 这事儿还没说清楚呢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这事儿这怎么交代呀 有什么好交代的 程娘子都同意了 王夫人摆手笑道 程大夫人一正 程娘子 王夫人 王夫人察觉失言 带了几分尴尬说 我是说 墙有的瓜不甜 程娘子也会同意这个道理的 程大夫人到底不是傻子 看着王夫人 问道 你为什么是才先去见她 你见她 难道就是说这件事儿 怎么会呢 我就是随便去看看 王夫人尴尬地笑了笑 一面起身一面说 我先回去了 家里也忙得很 程大夫人哪里肯放她走啊 伸手抓住 昆娘 你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前脚你还急着要成亲 转眼就反悔了 你少骗我 我还不知道你们 没有得力的事儿 怎么肯做呀 你要是瞒着我 我就回家去问后郎 问问她 是不是连自己的亲姐姐都要算计 她树梅说着 就想到了这些日子的事儿 不由悲从中来 我在这成家 受了这些委屈 这些罪 我都认了 厌了 可是 我的娘家 怎么也能这样对我呀 说着 眼泪掉下来 一面也面哭起来 王夫人心中有虚 更为尴尬 姐姐 我们怎么会算计你 这件事儿 真的是时期不愿意 没办法了呀 嗯 其实 或许啊 姐姐 你们是不是 是 对这个成娘子 了解的少了一些 不如 多问问 再打听打听吧 了解的少了一些 再打听打挑 这个傻儿又有什么好了解和打听的 程大夫愣了下还要问 门外的仆妇急慌慌地喊着跑来了 夫人 老爷又犯病了 程大夫人大惊 王夫人趁机忙挣开她的手 姐姐 你快去看看姐夫啊 不用送我了 我先走了 她说吧 急匆匆地逃也去了 程大夫人又是气又是急 到底顾不得管她 忙去看程大老爷了 大夫请来了 用过针又换了药 好一阵忙碌之后 程大老爷暂时无恙 却被大夫命挤日内不得下床 以及重重地叮嘱不要动气 保持心情舒畅 这话让程大老爷又生气了 他气得拍着卧榻 喝道 我怎么舒畅 我 我怎么舒畅 大夫是江州府有名的 脾气也不小 他说道 那就是老爷你的事了 小的不知道 小的只知道治病 不会治命啊 程大老爷被气得倒痒 程大夫人也是急 但也不敢表辑这个大夫 让人好声送了出去 自己守在程大老爷跟前哭 知道你气不过 但气不过也得忍着 老爷 如今家里已经多了磨难 母亲年老 二郎那边又离心 你要是再有个好歹 成家可怎么办呢 人生在世 本就是个人 忍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他哀哀地劝着程大老爷 想到这些事 尤其是世财王夫人突然说的事 越发觉得心酸心凉 哭得越发痛起来 程大老爷见他如此 长长的吐口气 他反过来劝道 也关系 至日至此 只能打起精神应对 程大夫人 程大夫人更是大哭 浮在他的踏上 程大老爷接着慢慢说道 那孩子 那孩子不是一般的狠心 竟然连嫁妆 也不肯要了 那他还想干什么 程大夫人 程大夫人一正 抬起头 他脸上还挂着泪 程大老爷看着室内 铁青的神色又有几分颓染 他慢慢地说 他或许 想要毁了我们程家 他要毁了程家 且不说 这件事 说得这样容易 再说 这样做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好处 谁知道 过路神仙 满大街都是 那个人 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什么 过路神仙 这又说到哪里去了 过路神仙 是什么呀 程大夫人不解地问 还吓一试地 伸手去探 程大老爷的额头 程大老爷摇头避开 吐了口气 来人 让管家过来 他对着外面喊道 管家很快过来了 程大老爷沉溺一刻 说道 你去街上打听一下 看看 有没有人知道 京城过路神仙的事 真要打听 难道 这不是那婢女 随口胡走的 管家愣了下 但如今的老爷 可受不得刺激 他忙应声出去了 程大夫人再次问道 过路神仙是什么呀 打听这个做什么 程大老爷叹口气 含糊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打听了再说吧 说到打听 程大夫人沉默一刻 我娘家 不同意这门亲事了 程大老爷愣了下 但很快反应过来 撑着身子坐起来 问道 他难不成 先去见那娘子 就是为了说这个 他口上不承认 但很明显一定是的 程大夫人说着 只觉得心内一片冰凉 他竟然 先去见那傻子 说这件事 那傻子同意了 他才来和我说 难道 我在我娘家眼里 竟然不如一个傻子 竟然不如一个傻子了吗 说着又想掉泪 程大老爷神情变缓 程大夫人借着哭道 还说什么 还说什么 要我多打听一些那傻儿的事 打听 程大老爷喊了声 打断他的话 人也因为脱力 到回卧榻上 程大夫人吓得忙不敢再说了 连连劝慰 程大老爷却握住他的手 喘气说道 这事情不对 时期不是在京城待了好久 有时候那傻儿一通回来的 他们一定知道一些 我们不知道有关那傻儿的事 这事儿一定是让他们迫弃 要快成亲又突然悔婚的事 而且还是瞒着我们的事 这一点 程大夫人早已经猜到 但却真不愿意承认 被程大老爷握着的手 微微发抖 不知道是自己在导 还是程大老爷在导 去打听打听 程大老爷咬牙 慢慢地吐出这几个字 打听京城的过路神仙 这叫什么事儿 管家站在街边叹口气 天色才亮 但他已经准备上街了 这是接连两天来 他重复做的事 本来这种打听跑腿的小事儿 不用他亲自出门 但如今老爷心情不好 而且家里出的丑事 已经不少了 万一小厮们口无遮拦 这件打听的事 又被传得不像样子 就糟了 哎呦 雨夜 又上街喝茶啊 街边开门的店铺的人 热情地打招呼 只不过 比起以前的那种 带着敬畏的热情 如今敬畏少了些 取而代之的是窥探 管家哼了声 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理会 纵马慢行 来到最热闹的街市上 竟直进了最大最热闹的茶寺 哎呦 鱼夜 鱼夜 你那天说的那位精忠名痴 可真的有 这一次一进门 茶楼的掌柜便亲自接过来 陪笑着说道 真有 管家也有些意外 真的是真事吗 他忙说道 怎么说的 快讲讲 他话音才落 门外有人蹬蹬跑进来 大叔 打听个落 那人冷声说道 浓浓地惊成口音 管家和掌柜的都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只见是一个轻衣小丝 满面风尘 显然赶路而来 掌柜的随口接道 问哪个 问成家 北成 问北成 掌柜的乐乐 伸手拍成家管家 笑道 那你可真是问对了 管家微微皱眉 看向那小丝 京城来的 他问道 你找谁 是哪个让你来的 京城 与他们成家有干系 只有周家 哦 还有四公子 是不是四公子 让人回来烧信了 轻衣小丝看着他 带了几分疑惑 他问道 你是 你是 掌柜的笑道 这是成家的管家大爷 哦 那正好 我问你 成家鸠娘子 如今是在你家呢 还是 还在外边住呢 轻衣小丝 欧了声 面上并没有浮现 惶恐惊疑 也没什么喜色 管家被问得瞪眼 什么 他愕然问道 你 你要找成家娘 对啊 你是周家的 嘿嘿嘿 这位管家爷 我要是周家的人 还用问路吗 轻衣小丝笑道 还带了几分 毫不掩饰的嘲讽 管家在这眼神里 微微红脸 但 前几有些惊讶 竟然知道周家 和他们成家的关系 他问道 那你是哪家 这位爷 成家娘子 到底在你家没 轻衣小丝 皱眉问 管家有些不知道 说什么好 正犹豫间 楼里面 传来妇人的说话声 是 陈家的六哥 这声音 让大家都扭头看去 陈管家 神情更加惊讶 是秦家的 那几个妇人 他们竟然认识 轻衣小丝 面露喜索 他急忙上前施礼 哎呀 妈妈们也在呀 太好了 你们怎么来了 老太爷 老爷夫人 让送您礼来 不早说 和我们家 一起送来吗 奔开来热闹 走 我带你们 去见娘子 这边的人 说说笑笑的出去了 留下茶楼的掌柜 和成家的管家 目瞪口呆 在原地 掌柜的问道 他们说的是你家的那个 二老爷那个傻儿长女吗 管家扒他两下嘴 似乎不知道说什么 来个秦家 这么长时间也不早 如今又来了一个陈家 而且 竟然貌似都是为了这娘子来的 陈家是哪一个啊 大福 大福 江州府衙里 一个青客 有些慌张的跑进来 将正在说话的 知府等三人 吓了一跳 对于自己的青客 如此人前失态 知府有些不悦 大福 陈家来人了 青客并没有顾上 看知府的脸色 急急忙忙的说 知府没好气的问道 哪个陈家 京城 陈少 陈相公家 这一下 不止知府 在座的两个下属县官员 也都站起来了 这 这 这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 快 快拿官袍来 宋知府 宋知府 一面要催着人 拿官袍 青客 忙说道 不是不是 大人 是陈家的下人 一站的人 刚把消息送来 又是下人 宋知府 微微皱眉 看着青客 他问道 难不成 又是陈家 青客看着他 点点头 一阵忙乱之后 通判劫推 也被叫了过来 更多 更清楚的消息 也打听 送来了